国平女队新一代双子星闪耀 生涯单打胜率都超80% 北京时间11月30日早上 在2021休斯顿市平赛女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-2战胜队友孙颖莎 首夺世界大赛女单冠军 这也是中国队自1995年天津市平赛以来 连续第14届包揽女单冠亚军 1999年2月9日出生的王曼玉 和2000年11月4日出生的孙颖莎 是国平年轻一代中的双子星 本届市平赛 这两位女将真的是星光闪耀 据国际拼联官网数据统计 王曼玉自2012年以来 在总共435场单打和双打世界比赛中 取得了366胜69负的成绩 胜率高达84% 其中单打胜率86% 双打胜率82% 从世界女拼的整体形式来看 中国队还是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 唯一能够与中国队友谊拼的就是日本队 尤其是在对阵伊藤美城时 孙颖莎取得了8胜2负的成绩 而且从2019年德国公开赛开始 他已经6连胜 包括2019年团体世界杯 2020年女拼世界杯和东京奥运会 而王曼玉则是总共取得了36胜3负的成绩 在对阵伊藤美城时 也是取得了9胜2负的成绩 虽然两次失利都是出现在近三年 但整体上 王曼玉在对阵伊藤美城时还是有优势的 从本次视频赛 伊藤美城在女单输给王一迪 女双搭档早田希娜在决赛中赋予王曼玉孙颖莎来看 在未来的中日对决中 有王曼玉和孙颖莎在 中国队的优势地位应该能继续保持下去